HELLO 大家好,我是迪花 今天要來分享情報了 海賊王1123話情報 官方認證 喬伊波伊的霸氣大於紅髮 確定前往愛爾巴夫 或200讚、50個留言、50個硬幣 就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看完留言,我會找一個最有趣的字典 第1123話標題 空虛的兩週 封面大俄、孩子們一起吃飯 故事開始於彈頭島 接收到喬伊波伊的霸氣後 所有海軍隊員都昏倒了 甚至包括中將 東立和布羅基說這股霸氣甚至比紅髮來得更強 這算是另類官方認證最強霸王社了 畢竟在此之前 紅髮一定是被譽為最強霸王社的人物之一 巨人的船和桑尼號起航前往愛爾巴夫 相及是看著貝加龐克的屍體 我們回到兩週前的閃回 沙卡發現數據實驗室發生了一些變化 沙卡與貝加龐克和畢拉格拉斯分享了消息 他們發現有一個貝加龐克背叛了他們 他們以為背叛的是莉莉絲 但他們最終發現是約克 貝加龐克使用貪婪製造了他 這是一個錯誤 畢竟這些機器人都有個別的個性 如果有獨立思考 貪婪應該是最有可能變成邪惡的一個 一週後他們聽說了 伊姆轟炸陸陸西亞王國的事件後 他們意識到了已經無處可逃 貝加龐克和沙卡畢拉格拉斯準備反擊 貝加龐克改裝巨型機器人來隱藏電話蟲 並錄製了廣播影片 然後他們的記憶中刪除了過去兩週內容 以隱藏約克他們的準備計畫 這隱藏是必要的 因為貝加龐克的知識都是會給互相知道的 必須上傳資料到雲端上面 約克可能就是用了同樣的手法 刪除記憶後 貝加龐克發現了一則留言 這則留言就是他留給自己的 對自己有信心然後死去 本章與聚兵海賊團 騙人布和魯夫慶祝他們即將前往愛爾巴夫而結束 騙人布說 前往我的夢想之地愛爾巴夫 最後一句話是 貝加龐克在彈頭島中 對湘吉士說的一件事 貝加龐克說 關於海賊王 我希望你們的船員能得到他 這一句話或許就是 貝加龐克在湘吉士懷中快死掉的時候說的 貝加龐克在前面雖然說 海賊王誰都有可能得到他 但他私心希望草帽團拿到 真的有點感人啊 情報就到這裡結束了 下周不休看 我們完整情報見 掰掰